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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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布莱恩提出可以免费帮他打官司 短暂的风波结束 可等李萨回到家时 门口有大量的记者已经在恭候 因为她是宾市高利贷的担保人 所以家门口被吊了个猪头作为警告 如此齐脖子拉式的行为终于让李萨他们忍无可忍 反击正式开始 李萨带队扫荡了雪儿的财务公司 将所有人当纵货嫌疑犯带走调查 商业罪案调查科配合 又拿走了雪儿的所有文件回去调查 一下子雪儿的公司变得空空如意 她不仅需要支付高额的保时费 还要给布莱恩支付96万的律师费 同时李萨将行动升级 布莱恩给他们提供法律方面的建议 众人一起命无商议 以高利贷的手段对付高利贷 可所谓羊毛处在羊身上 角兔三窟的雪儿 她的核心业务欠条张单都在 没有商量元气她仍是行业巨子 在经过长时间的跟踪调查后 李萨他们找到了雪儿的大尾仪 众人装扮成外国人 搞定负责再次看守的姬哥 拿走了签条账单 而姬哥在被人打工前只能确定 这次对他们帮会的扫荡是由拉登带头的 雪儿还不时时期的琢磨 应不应该向梅林婉报告尝试证据玄红 拿到雪儿的核心文件 众人研究会才发现 原来警队有上千人牵着高利贷 他们开始挨个联络 将所有的欠条都还给被害人 有的被害人害怕被强制要挟 他们又留下反收束特遣队的联络方式 可雪儿也不是吃素的 用她的话说 没单去就不收了吗 我说你欠钱你就欠 雪儿一方面让手下加速收账 一方面派人调查到底是什么人在搞鬼 她抓了一位被害人 在她身上雪儿找到反收束特遣队的名片 雪儿已经猜到了这些人是谁 她设计将李萨手下全都引了出来 大战一出即发丧心病狂的红龙社员 上演了很久都没有出现过的蛊惑仔一幕 事态迅速扩张警员们在街上被半位分子追砍 他们连躲在逃持续周旋 此时李萨带队的大批警察到来 控制了所有的半位分子 当事态暂时的平息记者前来采访时 布莱恩对他们说 这次的行动是由上级指挥他们卧底 破获了高利贷犯罪组织 到此影片结束 但电影最后出现的几张报纸告诉我们 借贷的故事还在继续 开始说电影前我们先做个最简单的高利贷入门数学题 九出十三规 九出十三规最早是当铺的把戏 据资料显示可追溯到孙朝时期 因为当中利润相当可观 所以民间有弱要付开当铺的说法 那九出十三规到底有多强的盘剥力呢 现在我们来算一算 假设你现在要借一万块钱 利息安约计算 按照九出你实际拿到的是九千块 其中一千块就是手续费 到了还款日你需要偿还一万三千块 但就算你是第二天还也是这个数 于是这次借钱实际过程是这样的 你拿到九千块还一万三千块 高利贷得到的报酬是四千块 你的利息差不多是你借到手钱的一半 这还是你没有余期的情况 再假设你还是借了一万块钱 不幸还不上余期了哪怕仅仅是一天 余期情况下利滚利你连本带息要还多少呢 那就是在之前本息总额一万三千块钱的基础上 再加收三成的利息 也就是一万三千块乘0.3再加一万三千块 等于一万六千九百块 于是你这次借钱并余期后实际过程是这样的 你拿到九千块还一万六千块 高利贷得到的报酬是七千九百块 你的利息差不多就是你借到手的钱了 而且这中间还没有计算人家来讨债 可能还要你拿出点辛苦费 在这里还必须要说明的是 以上的还款情况是在最理想化的状态下进行的 实际上因为高利贷普遍带有暴力性质和巨大利益导致贪婪 所以他们会想尽办法让你逾期 比如到了还款前一段时间 找人盯着你的个人财务状况 发觉你有还款能力就故意知道事端 然后 我听大夫说上进东谷要三个月 你好好休息吧 钱可以慢慢的还吗 通过以上的举例 想必大家心中对高利贷的行进 有了个简单清晰的了解 现在我们返回电影反输输特检队 就能更直观的感受到 片中人物处于何种境地 为什么高利贷甚至能逼到警察跳楼 虽然在观众方面这是一部轻松的电影 但对于身处其中的大部分人来说 高利贷都禁橘子受账了 不难想象普通的负债百姓近乎绝望的生活 不同于过去邱里涛和李修贤的奇案片 在《反收束特检队》里 我们看不到以往李修贤身上那种果断干点 相反他忙碌在银行卡刷报 女儿上学每月紧巴巴的零用间 他的一般手下更不用说 不是负资产就是被追债 影片起初的故事还在观众可以想象的范围内 随着律师府警干活 红隆陈列文明高效现代化的高利贷公司开始 越来越多的警务人员拖欠高利贷的事情曝光 尤其是被对方追债追到警局内 还有东躲西藏的荒谬 怕是要让观众汗烟 直到警方和高利贷发生正面冲突后 剧情走向彻底失控 因为在过去不管是香港电影还是电视剧都是反复强调法制的 但此一回在反输数特选队里情况完全变了 律师说我们怕荒荣什么的 我们就是街上最大的帮汇 编医警察桑波说 如果当年的蓝钢旅乐在那些不该死定了 于是在歌曲挣钱不用死的激昂曲调中 观众看到警察彻底摒弃了以往的信念操守等等 走上了公报丝绸的路 最后警匪大冲突 当着记者面打那桥段 更是以往港片里少有的放肆 但就整体而言 《反输数特选队》这部电影一般般 他以小警局隐喻大社会传达出了乐观 可手法不仅不巧妙 反而很愣头 像是很直白的告诉观众 老子就是干了 你们可以信了 除此外 对内地观众来说 我们对此类经济大萧条背景下的港片 并不会有太多切身的感受 只是看着好玩和热闹 毕竟我们体量大 经济发展平稳持续的高 几乎没有集体过过那种时期的生活 可能我们更感兴趣的是 片中警察自行执法后 那种快一恩仇的痛哉快哉 最后 在电影《反输数特检队》里 还有一些搞不清楚的内容 如不停强调 要去北京清华大学学习国语的上司 他由一颗北望神州迫切的心 如象征法律的鬼老律师 主张运营系统本身的漏洞 却实现更广泛的正义 身处其中无所适从的李萨 和他拥拥露露的手下 以及见双就敢暴雪的媒体 谁知道这些要说什么呢 还不如像桂立王那样 借钱就送欧洲双人豪华油 来得更实在一点 欢迎大家订阅以及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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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7